大家好,我是面具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门白瓢系列的作品之二,小神风 这把刀在前段时间在小猪论坛是非常火的,然后我就顺带白瓢了一把,对吧,当然我测评的时间比较晚了 其实已经,这是一把基础款,是一把全太平的素面一把折刀 对于这把刀的这个作者和品牌,我其实不是很了解啊,不是很了解 怎么说吧,比较小巧的一把刀啊,我简单来对比一下大小先 包装什么的都不在,是白瓢的啊,包装什么都不在,我们就直接看看它的大小 好,先来拿这个大刹吧,大刹,然后再拿个新德勒 跟3.5寸的这个常规尺寸这个折刀去比啊,它可能就是要这个小了啊 大概是3.25寸的,或者是3寸所有大小的一把折刀,并不是很大啊,并不是很大 然后再找个,这个是哪个,跟它差不多的,3.25寸的这个DPX DPX居然大一块,那这把刀看来就是一把三寸的折刀了啊 这个是3.25寸的一个折刀DPX,然后DPX居然还比它大 那我的第九区,这个叫什么类的 这个叫凸席,对吧,我这个凸席我还没给大家做视频吧应该 结果刀尖就已经让我怼到瓷砖上了,真真是悲剧 还好我买了两把 凸席,然后跟它差不多大小的话 我这把有一把三人木的820,跟它尺寸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 比较接近的 好,看完大小,我们来看看整把刀,设计意图应该是把小型的一把战术者 小型战术者刀,整体设计还是比较偏向于强壮的 整个刀片呢,用的是一个剃头,剃头加鱼叉头的一个刀片 用的是这个符合式研磨,分段式研磨也叫 表面处理用的是断面 用的是断面,不过它的断面分的是好几个面 这边主刃区它用的是一个凹磨,用的是一个凹磨断面 然后在这两边的话用的是这个瓶磨,然后在上面的这个假刃区域也用的是瓶磨 这是一个,算是一款断面折刀吧 但是我个人还是那句话,不是很喜欢断面折刀 比较容易留痕迹,并且不太好维护和保养 这是第一个,非常容易刮花 第二个,刚才,刚才这一款我没有印象 当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款应该是用的M390 或者是S90V,应该就是两个刚才,跳不出去啊 然后这就是开刃,开刃还是开的不错的 不管是主刃区也好,还是这个 这个这个切线这一块,这个刃区啊 都是用开的还是相对来说还不错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这个锋利度,锋利度因为不是我的刀 我就不去给大家做展示了 然后整个刀片的特点就是非常具有攻击性啊 带有一点点上扬的这个剃头这个刀刃 带有一点点上扬的这个剃头刀刃 看上去还是比较凶狠的一把刀 刀柄的话 嗯,比较短啊,刀柄比较短一丢丢啊 在我书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一把小刀 隐蔽性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用的材料的话是钛加钛的这个 TC4钛合金 但是 它好像有很多个版本啊 其他版本可能是用的这个材料要更好一点 或者是更花哨一点啊 而钛合金的话是最素面版本的 嗯,其实我用的这个 钛加钛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啊 嗯,最好是换成不同的材料 对吧,即使你是基础款的话 哪怕你还不如直接做一体的 对不对 干嘛要分开 钛加钛 当然你可以分开也有好分开的好处啊 你可以更加灵活的去DIY了 对不对 好,OK,这是刀柄 嗯,表面处理的话 用的是这个夹工的鞋纹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哎呦,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像这个光太强了啊 挺锋利的,差点削到我 这个看看怎么看出这个夹工这个鞋纹来 大家看这边可能能看出来啊 这个金马昂珠的灯光用的比较强啊 呃,能够看出来它这个 这个加工的这个鞋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人体工学整体的握持手感 虽然它整体都比较小啊 但是握持起来的话 以我比较大的这个手的话 还是比较舒服的 还是比较舒服的啊 虽然我的手很大啊 我的手很大 但是握持起来的话 相对于说也是比较舒服的 得益于它的这个刀柄啊 整体做的是 比较厚啊 整体刀柄做的是比较厚 所以说啊 我们还能 能够拿起来比较舒服 呃,正握 反握 其实都是蛮舒服的啊 正握反握 其实都是蛮舒服的 然后这个锋利度 呃,也是很高啊 我刚才已经领教过了 切了我一下 好,然后 这个 防滑设计啊 背部开有这个 防滑尺啊 背可以看到 背摇了一下 背部这边是有防滑尺的 然后其他方面的话 都没有任何的防滑设计 在这边 它的,因为它的饼的形状 切得还是轮廓感 相对比较明显啊 你握在手里面 也不用担心去打滑 呃,或者是其他原因 然后 这就是这个 螺丝 螺丝的话 竹竹用的是比较有特点的 应该是铜 加上这个螺丝 用的是这个定制螺丝啊 一行定制螺丝 正面背面都是啊 正面背面都是 然后在这边有用的一颗螺丝 这应该是先 固定住这个贴片 然后把这个摘开之后啊 跟铁片摘开之后 然后再是内衬啊 以及内部的这个固定螺丝 所以说这把刀整体看起来的话 是相对来说 比较简洁的啊 是相对来说比较简洁的啊 是相对来说比较简洁的啊 然后下一个点呢 就是 呃 这个 开刀方法了 开刀方法用的是这个 推刀扭啊 双面推刀扭 可以 左手也好啊 或者是右手也好啊 都可以打开啊 左手右手都可以打开 一推程度的话 也是还是蛮不错的啊 蛮不错的 相对来说比较舒服啊 相对来说比较舒服 然后顺滑度 可以做到抖刀落刀 但是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软用的啊 顺滑度就整体你轴承刀吧 它落下来没有那种颗粒感 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就是可以的了 其他的呢 你像追求过度顺滑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好 ok 然后快开的话是可以快开的啊 一弹轻轻一弹就能弹开 然后解锁手感的话 这把刀是可圈可点之处啊 非常舒服啊 解锁手感也是非常舒服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 这个内衬锁啊 内衬锁但是它这个内衬相对于说还是比较厚的 然后在内衬锁的这边它是有一个切槽 看到吧 有一个切槽啊 方便切锁一个切槽 以及内衬锁的另一面也有一个切槽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更加方便你的指头会伸进去啊 来进行一个解锁 好下一个就是安全机制啊 锁定类型用的是这个这个线锁啊 线锁也叫内衬锁 这种锁比较容易进灰尘 进去灰尘之后 可能会导致锁定合不上啊 合不上啊 就这个毛病啊 除此这个毛病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 但这个这样的话 它也带来一个一个点啊 你比如说我要进行用这个线锁 进行一个大强度的一个作业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小木屑直接垫到里面啊 它就打不开了 对吧 就关不上去变成一把支刀了 除此之外内衬锁的话 它会保留整体外观 这个整体性会更好啊 不像是一提锁啊 会在刀片的这个背部 进行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切操 这个是一提锁的问题 但是一提锁就不会牵扯到这种卡住的这种问题 并且还可以用一个握力来加持锁定强度的一个方法 然后指刀方法用的是传统指刀柱啊 指刀柱并不是很粗啊 指刀柱并不是很粗 但这个位置坏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啊 传统指刀柱还是非常好的啊 现在很多指刀为了满足这个收纳笔 甚至是这个一提性啊 它会把这个打成了一个内置 甚至是做的非常夸张啊 所以说那种刀我是不推荐的啊 我身边是几乎这样刀是一把没留 然后这种传统指刀柱或者是指刀尖 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的 然后防固堵解锁内衬锁 它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吧内衬锁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然后意外锁是没有 然后护手的话也没有 但是它这边相对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指圈啊 你的手放在这的话一般是不会 大力筒刺的时候是不会滑到这个刀刃上的啊 然后没有卫生孔啊 oh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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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卫生孔的啊 卫生孔是设计在这个背夹上这个点还是第一次见啊 这种设计我真是第一次见 在这边有一个卫生孔啊 你可以拴到手上来进行一个高强度的一个作业 不会防止脱手 或者是挂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一些小事物 嗯 还是挺好的一个设计的啊 内部结构的话 主轴用的是两片对锁式主轴 对拧式主轴 主轴应该是在中间 然后 这应该是把轴承刀啊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把轴承刀 但是用的是还比较封闭啊 周生用的是比较封闭 应该是黄铜保持架 减重的话 整体刀是有减重的啊 是有减重的 在太这个内衬上还是有两块 一边两块非常大面积的一个减重 导致蒸把刀的重量也不是很重 蒸把刀的重量并不是很重 背骨的话用的是一块非常短的一块小背骨啊 非常短的一块小背骨 背骨有这个突出设计啊 有这个突出设计灰形的整个立体性会更好一点 在后面这是什么 这可能是他的logo啊 可能是他的logo 这边是他的logo应该是 这应该是他的logo 我见过这个标志 一个小丑啊 有小丑这边是眼睛 那边是另一个眼 这是他们嘴巴 然后 再就是变斜性了啊 整体重量这把刀并不大 收纳比也非常高 收纳比也非常高 包括刀尖收纳比都做得非常好啊 刀尖是完全沉在刀柄里面的 所以你要被大纤鲁鱼断肩啊 出现这种问题会怎么办 你看我第九区这把其实就非常尴尬啊 来看一下这个断了的刀尖 就沉下去这么点啊 也就是说 我要再多断一点 我这个刀尖就收纳不住了 我只能往下沉 刀尖把它把它做的往下沉 只能这样打磨 斜向打磨 对吧 而不能往上去打磨 就是这个 刀去考虑刀具内容度最大的一个问题 要看你的刀尖下沉笔 对吧 好 再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细节了 细节的话 这把刀整体加工细节都非常好啊 毛病的话 我也没有给它挑出来 唯一让我不满不满意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个断面 对吧 这是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 除此之外 整把小刀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分段式符合打磨 可能显得会非常战术 非常战术 背夹也是这个一体式背夹 应该是从内部固定 对吧 从内部有两颗螺丝啊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去固定住这个背夹 都是用的隐藏式螺丝 其他的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啊 他可能是这个地方 可以卡一下你的手啊 防止就是说他切到手 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小设计 对吧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了啊 整体来说的话 是非常合格的一把小刀 非常合格的一把小刀 嗯 我不知道他的价格啊 我不知道他的价格 所以说我就不去给大家做这个 总推荐了 看一下锁定位置啊 大概是在百分之四十 三十四十左右 三十四十左右 调下灯 啊 能看清楚吧 应该是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四十左右 这个锁定 好 OK 嗯 锁定位置控制也非常好啊 居中就不用说了 现在刀很难去做到不居中了 已经很少有刀做到不居中了 那本期视频其实也就到这吧 对吧 本期视频也就到这 小身份 比较不错的一把国产的一个小折刀 这个战术小折刀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做到这啊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